大家好,今天我要开箱的是我在中立夜市买到的乳路修EXQ Figure 那我这一支在中立夜市入手的价格是台币1000块以内含营业税 这样子 一开始呢我想要先把盒子的四个面 还有它的底部跟顶部给大家看一下大概长什么样子 那这支Figure我觉得是价格适中但是做工非常精美漂亮的 打开来我很惊艳 那因为这个时候我是一只手拿着手机 另外一只手要把胶带剪开的缘故 所以我开箱开的比较慢 但是剪开来之后呢 里面就只有一个底座跟一个人物而已 是完全不需要组装的也没有什么配件 是满一体成型的 打开来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乳黄的脚 还有比较简单的底座 那乳黄的脚它的皮鞋的材质也做得非常好 这一只Figure我觉得它的那个漆是上得非常好看 乳黄本体 All Hail Lelouch 超级美的完全不太像是这个价位可以买到的Figure 乳黄这个笑容可觉的 括号表面形象太猛了 真品简直比盒子上的还漂亮 旁边这个是底座 轻轻的把乳黄放下 呵护它帮它装上去 超级可爱的乳黄 这个西装的材质 这个细细的腰身 不过它这个配件有一点 我很怕折到 还有它的手收我也很怕折到 超级可爱 越看越可爱 尤其是它那个完美的脸 乳黄太猛了 里面还有小马甲好可爱 还有这个一定要的clamp酒头身 啊好棒喔 这个完美的比例 小马甲好可爱喔乳黄 超可爱的 不好意思我一直往奇怪的地方摸 我不应该这样摸它 这一支乳黄真的是太美了 我觉得一定要拍给大家看看 它含营业税台币才大概一千块左右 虽然这样摸它不太好 不过真的很好摸 我觉得这个材质上得很好 它的那个燕尾服的那个纹理超美 不过我还蛮怕折到的 乳黄这个引人犯罪的嫌弃的腰神 好可怕喔 我发现我自从拆它之后 我就一直一直摸它 其实是不应该一直摸它 可是就是能不能想一直摸 然后到时候还是要放在玻璃柜里面 防尘这样 然后我的玻璃柜那边有 有一只祖勋跟一只铜仁 亚斯纳瑟的铜仁 然后以后 乳黄也会加入它们一起放在酒柜里面 因为这样才防尘这样子 这样看的话就更显得说像 祖勋它的底座是做的最特殊的 然后这三只里面 其实这三只的价位都差不多 都是坐落在800到1000之间 但是铜仁是最小只的 这样子 然后平视的话 因为铜仁 这一只它脸比较朝下 所以正面比较看不清楚它的脸 像鲁黄这个脸的角度就做得非常好 你看笑容可举的 无论从哪里看得无懈可及 祖勋的话通常看上去第一眼 它的裸体会是最显眼的 这样子 那三只站在一起的话 其实最好看的还是鲁黄 不愧是我们大不列颠神圣帝国的陛下 L还有卢卢社